《福宝古镇》 一些建筑学家也称它为中国山地建筑精华 四川民居代表 福宝是一个因岩运而生的小镇 曾经是川南岩马古道上重要驿站 几百年的繁忙岩运 给它留下的不仅仅是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群 人们的生活方式今天仍然受到岩运马帮的影响 时间仿佛在这里平置 古镇福宝 位于四川省卢州市河江县 距县城四十四公里 距卢州市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明清两朝时 中国西南地区的石岩主要由四川供应 千年岩都自贡生产了井岩 通过水路和陆路运到福宝 然后转运到贵州等地 五条路碰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就是其中一条古道 有马帮把岩拖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搞了一个驿站 然后又将岩通过那边 前面那古古道 然后那个叫做福华山古道 福华山 云到贵州 这四周海带有四条 你比如说 那边叫万兵准路 那边叫云兵山路 这边叫幼石坪路 那都是通到哪儿的 除了这条是从河江来以外 其他这四条路都通往贵州 走在福宝街道 惊奇地发现 在远处山坡上看到的 四五层高的吊脚楼 在这里却只有一两层 何开明研究福宝已有四十多年 他说要想弄清楚 这种奇特的现象 就要走进福宝的吊脚楼 争得护主同意 我们走进了临街的一栋房屋 现在我们看到只有一层 就是说它从我们从这里下去 下面里还有四层 是送着这个山坡 住居里住台来建造房屋 这还挺豆的 挺豆的 这下面可以住人是吗 住人住人 每层都住人 下面现在还多人住了 现在都还有人住 他们还有四五层 这就是一台 住一步台 然后把房子建造进去 下面里还有 还有 看一下 从街面的一层进入 层层而下 走到第二层 第三层 我们感觉非常奇异 这里的攀登是反向的 楼房的首层才是最高层 福宝镇建造在山丘之上 地势落差比较大 能够利用的建筑面积非常有限 为了争取更多的室内空间 当地人只能像陡峭的崖壁塑摇空间 用一层层向下的方式扩大近身 回龙街 是福宝镇保存最完整的一条古街 也是当年最热闹的繁华地段 它的两端连接着岩马古道 回龙街随着山脊上上下下 形成了几字形的格局 高地点的落差竟达到七十米 看上去狭窄 陡峭 起伏不平的机制 为建造房屋带来了极大困难 但何开明却认为 这种旋址有一个有利因素 就是站得高 看得远 镇上的何氏公关 最能体现这种有利条件 在这里的走廊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四条古翼道 这是一个鸟物 第二个可以 因为它站得比较高 处地比较高 可以缓击 缓击 枪泡这些话 就可以来凡的兵肥 肥土 容易取得防卫的胜利 明清时期的福保古镇 低处交通干道 经贸发达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金融中心 因此常有乱匪来自骚扰抢劫 于是福保人凭借街面落差大的优势 设置关卡进行防卫 这就是什么厨 福保接扎之一 接扎是什么 接扎的话 就是福保常常一种防御公司 平时间是有兵顶把守的 有门关锋 有兵顶把守 是一个很高的门 比较高 比较高 两边有泥桌 两边有泥桌 三边有蒙面 蒙面上面还带有一股盖子 这种接扎福保有十多处 但是现在仅存下灵星的痕迹 正是有了这些布局和防卫 在清朝顺治年间 福保人曾多次打退乱军的围攻 使古镇免遭一解 我们这个镇上那些灶门的话 它的功能主要是防御功能 那么这一道灶门的话 它的功能除了防御功能以外 还有一个守睡的功能 要说贵州那边面 从盐巴补到过来 它的这个茶叶 电弹 这些要守睡的 就在这个地方先收睡了以后 然后你才到镇上去 进行你的交易活动 或者其他的什么处理 那专门有人在这看门收睡 有有有 有完全有专人 白天晚上都有专人看守 只有在它的白大门 那个清元宫那个地方 那个要守 然后这是它东大门 这个地方要守 这是通古一道的地方 对对对对 通古一道的地方才守 福宝人对小镇进行的严谨规划 完全是为了生命不可或缺的食盐 很多人把福宝 视作盐马古道上一个重要堡垒 我们无法得知 当年每天有多少马帮和挑夫 经过这里 我们更好奇 他们是怎样通过艰险的川南山地 汇集到福宝古镇上的呢 古一道是翻山越岭的少选道路 最后的挑夫回忆运延立场 请继续收看福宝盐帮驿站 横川福宝古镇 连接川前两省间的古岩道 造就了福宝 没有这条路 就不会有福宝镇 当何开明告诉我们 这条决定着福宝生死的古道 依然可以通行时 我们决定实地去探查一下 当年为福宝带来巨大财富的 韵岩古道 走上古一道没多久 就看到后面远远跟上来 两位过路的行人 你好 想问一下你们这去哪儿啊 去贵州 贵州啊 这条路能封贵州的是吧 是啊 你们经常走吗 经常走 这是背的什么东西 被子啊 被子 我们干活的工具 您这是去贵州要干活 回家 我们在这边来干活 您是贵州人 是贵州人 在四川干活 是啊 是那个 多少时间走一条这个路 这条路啊 我们大概就这个 一个月吧 一个月 对 对 对 那这是翻过山到贵州的什么地方 天南报 天堂吧 对 也是天南报 是属于哪个地区 属于是我们贵州吸水吧 啊 吸水的 对对对 你觉得这条路好走吗 好走 就这么翻过山几个小时啊 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吧 他们说 虽然有公路可以通行 但是要绕行很远的路程 而这条古翼道最便捷 只要半天的时间 就可以到家了 路上的青石板 时段时序 能够看出 过去的翼道 都是由青石板铺成 但是经过长时间 马帮和翘复的踩踏 很多石板已经损坏 由于山路陡峭 虽然我们空手上路 但是当地人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们却走了近两个小时 当年 盐邦的翘夫 身单一百多斤重的盐 从山脚 能一口气走到山顶的五定门 那里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交界处 这边就是四川顶顶把手的盟 这边又是贵州顶顶把手的盟 它的作用的话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还是防御功能 就是双方联合起来 防御两边的四川贵州的 匪徒的提扰 这个功能其实是十分重要 就是水卡 收水 四川 这个富宝 这个燕马古道 过来的园 还有富宝这边过来的山河 就有四川的关卡 收出井水 出井水 对了的 收水 那么贵州这边面 运到富宝方向的山河 就有贵州这个关卡的人 收出井水 在半山腰 这处能够遮风避雨的平台上 我们停下了疲惫的脚步 这里是来往福宝的马帮 打肩休息的地方 云烟的马帮从福宝镇出发 要走过一百多公里的原始森林 中途没有地方提供食宿 所以他们会从福宝 买一些便宜的豆腐块 饿了就在路旁点燃一把柴火 把豆腐块放在火炭上烤热食用 后来镇上的商家 就直接把鲜豆腐烤成豆腐干 卖给赶路的马帮 久而久之 福宝镇这种特殊加工豆腐的方法 延续下来 成为享誉川南的风味小吃 福宝豆腐干 当我们从古炎道返回的时候 何开明说 镇上还住着一位曾做过挑夫的老人 他曾经背着盐带走过这条古炎道 到天南半转路山都去了 噢 到天南半转路山 那后一天就跳得去好干 一天就在咱们四五十斤 以后呢 我一往这就咱们一百四五了 哦 开头只能担四五十斤 一趟就担四五十斤一趟 那上去楼头就担得到一百四五十斤 那上去楼头就担得到一百四五十斤了 那上去楼头就担得到一百四五十斤了 那得走几天呀在路上 转二三六天 前面四天 那你从贵州回来带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呀 你不能空着手回来呀 就说你从贵州翻回来的时候 空着手回来吧 还是翻 翻两面 翻两面 转的大号阵 讨厌铜品 铺长江曾在古炎道上走过十二年 对炎道的记忆非常简单 就是背着炎带走路 累了就休息 担一百多斤 走天堂坝来回四天时间 可以挣十多块钱 当时算是不错的待遇 福宝镇 曾有近十家炎铺 存储马帮运来的炎坝 并进行转运 也向本地人出售食盐 其中德太号盐铺的规模最大 这就是盐巴福宝镇的痕迹 你看它这个色彩 跟我们一般的食材的面不同 因为它被福宝镇了 有点发白嘛 又是发白了 然后说我们用手来蘸一点 这上面有食墨 是鲜的 真的是鲜的 可是都是鲜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盐的成分很重了 已经是 明清时期 每天都有很多运研的马帮通过福宝 有时会造成罗马队伍堵塞 后来当地人就在镇旁 另外开辟一条异道 进行交通分流 并有了单行线的规定 东道只能上行 南道下行 当年靠岩卫生的福宝人 最怕的不是匪患 而是火灾 在我们看来 四川潮湿多雨 相比北方干旱的气候条件 火灾应该不属于重点防范的灾难 但是镇上的人 为什么会弹火色变呢 近在咫尺的水井不能取水 却要往里灌水 简单的豆腐干 选料制作步步精细 请继续收看福宝 阎邦驿站 防火是福宝人重中之重的事 这条古街上曾经设有十口孤井 有就近住户专门看管 并严密监测水位 在下面面 是一口井 很深 比较大 现在是为了安全 把调起来 把它封掉了 它是在建造古镇的同时 就古镇 就考虑上了这个消防设施 就是说是消防设施 与建筑工程来讲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石油 这井是今天用水从这里面取吧 不是 这个水是完全用来 液活的 原来这是古镇的消防井 附近的住户就算近在咫尺 也不能从中取水 用于日常生活 当水位下降时 看管人必须从镇外的河中 飘水倒在井中 经常有火灾发生是吗 没有 经常不会 那为什么专门用这些井来消防用 它是一方管 这个专门的消防设施 像这种井在这个古镇上 有十来口 在这条巷道中 发生在百年前的那次火灾 留下的焚烧痕迹还依稀可见 当时一货土匪企图抢劫福保镇子 但是村民藏层设防 土匪久攻不下 恼羞成怒就放火烧房 幸好镇上有周全的消防设施 人们从消防井中取水灭火 大火被迅速控制 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 福保镇上的房屋都是就地取材 使用竹木剪造 架构简单 房体轻巧 非常适合川南地区潮湿高温的环境 但是最大的缺点是容易着火 尤其是福保镇建在山顶 失火时很容易造成火烧连营的灾难性后果 预防火灾 是人们在建镇初期就费尽心思考虑的首要方面 火神庙是古镇的地势最高点 也是当年香火最旺盛的寺庙 不管是何处牵来的客商 都要对火神顶礼膜拜 把火神庙建在高处 也是镇上家家户户 一抬头就能望见的防火警示 从古炎道回来后 我们一直很想见识一下福保的特有小吃豆腐干 现在镇上做这种豆腐干的作坊有十多家 其中庞国旭夫妇已经做了三十多年 豆腐干的味道最为地道正宗 他们每天凌晨两点钟就开始工作 我们约定凌晨三点先往夫妇俩的作坊 我们下来会拍摄 有三点烤好的 哦 哦 有三点烤好的 你这有发过就发过的 你这上面烤好的怎么烤呢 就是 烤的 人之哦 烤的 我烤硬了 烤黄色了 就认为烤好了 这个 我去烤了就咱烤翻了 十几分钟能把这一边烤完 一二四分钟 要一二十分钟 烤两片 两片 两片 或者是三片 一二三片 这一边是两片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没死的 烘烤豆腐干要用福宝山中的金刚树等硬杂木 这种木材无烟味耐燃烧 能保持温度恒定 而且烤出来的豆腐干有一种清香味 最早马方食用的豆腐干 只加入了很少的盐 现在福宝的制作工艺 早已发展到十几道之多 你尝一尝嘛 你卷一卷 卷来就好多 好久失眠 咱们要做好多 吃得不利啊 可以卷很多下 可以卷很多下 这个上去喝个茶水 喝个了 你就尝一尝嘛 嗯 很香啊 焦焦很酥 很香 吃起酒 对对对 豆腐味还挺酥的 就是有清香味 制作豆腐干 所用的原料 都是福宝本地所产 除了木炭 豆子是本地的清香豆 做出来的豆腐干 比黄豆做得更绵硬 煮豆浆 要用大槽和上游的南墨水 烤制之前 刷在豆腐干上的配料 也是由本地特产 专门调制 这个有米香吗 豆油 豆油 嗯 清香豆油 嗯 就那五香味 把米香炭 弄买了 这个调料 清香炭 煎牛菜 才有上得到吃 它才有五香味 五香味 对于说是清香味 嗯 盘国序所说的 鲜式酱油 是本地生产的 传统调味品 据说是用了 流传千年的 手工方法酿造 发酵后的黄豆 加上驱料 要经过不停的 翻缸搅拌 在四川南部 特有的温度 湿度里 晾晒三年的时间 才取来食用 这种酱油 盐度适中 并且拥有 浓郁的酱香 它的加入 使得豆腐干 有了淡淡的 可回味的清香 每天 夫妇俩都要做出 七八百片豆腐干 每片售价 七八九千 剔除成本费用 他们每天 可以赚一百五十元左右 今天 唐国旭的生意很不错 现在 福宝镇的游客 越来越多 他们的生意 也是越来越好 上世纪六十年代 连接四川和贵州的 公路修通后 穿过福宝的古义道 就完成了 它的历史使命 昔日繁荣的古镇 日渐冷清 然而 正是这种远离繁华的老青 让福宝古镇的山地园居 保持了它古朴的繁茂 如今 当地政府 已经把古镇与新区分离 希望在不断的发展中 福宝古镇 仍能保持自己特有的 清幽 静密 因传邦而兴起 因传邦而繁荣的古镇 为了定格传邦的身影 在时隔半个世纪后 重现传邦的老坐状态 敬请收看 昨编中国百集系列片 中国古镇 第23集 太平传邦传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